北民有声 我有一座恐怖 第五百二十八集 忙碌了一整天后 乘哥准备去把那位被他抽到的红衣厉鬼接回来 因此他拨打了那个被死者亲吻的电话号码 却在电话里听到了火焰燃烧的声音 酒精煤气燃烧 火焰会很安静 只有木材燃烧时 才会发出这种噼里啪啦的声响 十几秒后 乘哥见电话那边还是没人开口 他便试探着问了一句 你好 有人在吗 请问有什么 可以帮你的吗 酒瓶掉落 好像有什么东西洒了出来 火烧得更亡了 电话已经被人接通 说明此时电话附近一定占有人 难道是火灾 你还好吗 请立刻告诉我你的位置 火依旧在燃烧 生腾的火焰里还夹杂着另外一种声音 能和你聊一会儿吗 他的声音很好听 只是嗓子哑了 乘哥就担心对方一直不说话 只要能交流他就能得到有用的信息 好啊 我现在没什么事 那你想要聊些什么呢 过了许久 对方才会话 不知道 语速很慢 他好像一直在思索 诚哥听出对方语气不对 他也不敢随便开口 担心刺激的对方 我们来聊些开心的事情吧 开心的事情有很多啊 大家都很开心 我知道自己也应该表现得很开心 可我就是开心不起来呀 放轻松 那我们来想些 美好的记忆怎么样 回忆吗 男人再次沉默 但手机那边火焰燃烧发出的声音 却越来越清晰 小时候 我爸妈经常吵架 为了生活 听到第一句 春哥觉得不对 这可不是什么美好的记忆 他想要打断对方 但手机那边的男人 却根本没有要停的意思 我母亲管我狠言 望子长龙 我也一直是个很乖的孩子 有些腼腆 不爱说话 我小学的时候 我学习还算不错 可六年 只得到过一次三号学生的奖状 初中的时候 我音语很差 成绩中等 初三 我母亲给我找了音语老师 担任辅导 放了学 我还要去上课 到晚上九点半 回到家就已经十点了 那老师教得很好 我中考的时候 音语考了九十多分 虽然擅长的数学和语文 却没考好 但总成绩 依旧在全班前十 好像是考了五百六十多分 这个成绩可以上报 除了事宜高外的 所有高中 其实我很不明白 为什么要在那时候 就给孩子身上打上标签 试一高是最好的高中 我差了二十多分 想要去一高 就要掏一万八千元的学费 我父母一个月的工资 加起来一七十四千多 为了能让我有一个更好的起点 他们多掏了这个钱 让我去了一高 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将来有出息 我很感激嘛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或许是不想愧对 刚去的那三个月 拼了命的努力 我担心自己暴露 担心别人知道 你并不是靠自己的实力进来的 你是个走后门的家伙 其实别人也不会太在意这些 也许我骨子里 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吧 又或许我不想跟他们不一样 螺旋模拟考试中 我成绩中等考前 这让我心里窃喜 我开始更加努力 可是期中考试的时候 我的成绩滑到了中等屏后 我找不到原因所在 可能是学习风法出了问题 些可能是因为我自己还不够努力 拼了吧 期末考试成绩出来的时候 排名再次下滑 掉到了车位 一个成绩优异的人 变成了差生 身份上已经转变 但心理上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当你从心理上也开始适应的时候 你就从一个学生 变成了一个差生 我自己比较奇怪 我算是那种自尊心强 同时又很骄傲的差生 文理分科的时候 我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 很难形容那种感觉 看到就很开心 他是那种学习特别好的学生 也很刻苦 早上总是会很早就去教室 我们教室的钥匙在班长手里 我每天早上起得特别早 就是为了赶在班长来开门之前 跳窗户帮他把门打开 类似的事情有很多 中午他去食堂吃饭的时候 我会拿着英语书 站在走廊上背单词 想等他回来 看着他从食堂走进教学楼 说来惭愧 背了一个学习的单词 期末英语只靠了三十多分 学习成绩越来越差 稳定在倒数十名内 到了高三 所有人破釜沉舟 背水一战的时候 我的兴趣则是看书和写文 看各种各样的课外书 网文 杂志 国内国外的所有科幻悬疑小说 看多了 脑子里就会出现一个世界 自己构想出来的世界 我也是那个时候 第一次在网上建立起了作者号 尝试着去写东西 距离高考还有一百多天的时候 打夜市的几位战友 相继收心 我则仍旧踩着监控 溜出去马字 百日试试大会的时候 校领导在台上做总动员 我看着他 心里想着的是喜欢的书 喜欢的作者 我想要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塑造一个世界 让更多人喜欢 高考完了 这四个字有两种解读方式 一是考完了 二是 我完了 只过了大专的分数线 相比较那些考了一般还不满意 准备复读的人 我决定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去表白 很真实 我依旧没有开口 看见喜欢的女孩和班长在一起了 我去理了个光头 作为是重点高中 重点班唯一的一个大专生 一定要有个自己的风度 从容不破 不准备再和他们联系了 或许是因为 自尊心越强的人 越不喜欢别人同情 做叉伤 也要做个有梦想的叉伤 我上了大学后 写文就成了全部 我准备弄出一部 结合古今中外所有元素的神话作品 我看过很多书 什么都了解一点 把写的东西给网站投稿 第一次签约就在那个时候 三十多万字上架 没人看 后来又写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投稿 他们不要 大三下学期 有些同学开始忙着专生本 忙着可教师资格证等等 我去了离家最远的一个地方实行 我父亲所在的工厂倒闭了 老总非法集资 被判了十年 我家里只有我妈一个人的工资 不到两千 出去实习吧 离家最远的地方 工资是最高的 还能看见海 我们学校有三十三个人 去这家公司实习 因为就是在一线工作 车间温度四十度以上 要经常接触 铜泥 煤油 一个月以后 就留下来了十六个人 我因为专业原因 后来被调到了其他部门 每天工作不轻松 但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慢慢地越来越熟练 领导也觉得 这孩子虽然不爱说话 但认真踏实 然后就提前转正了 每天工作八个小时 每周休息一天 习惯了这种生活之后 我开始反思自己 能得要在这里工作一辈子吗 做一名新时代的工人 怎能没有理想 我开始重新写文 上班八小时 晚上回去写四千字 没人看 没人喜欢 连个骂的人 都没有的四千字 不写 什么都不会改变 写 虽然很累 但至少 我喜欢写 我认为了 有什么都不会 Heil